寒假已经开始了 但学生还是挂念校园中开心农场农作的成长状况 中寮乡永和国校 特别利用校园的空地规划成菜园 让校内1到6年级的学生栽种各式蔬果 并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 学习栽种的方法并记录食物的生长 校方借由推动食农教育 让学生了解食物的珍贵以及农民的辛苦 那铁架呢 我们铁架有几根 下四根空间比较大 不让网子掉下去 我们用什么方法 老师陈碧儿运用自己本身的园艺专长 教导学童如何搭建防虫网 以及帮助植物浇水的技巧 让学童能以自己动手做的方式 体会农民耕作的辛劳 也推展了食农教育 有种了菠菜 茄子 小青龙 香蕉 南瓜 木瓜 种菜让我知道农夫们很辛苦 所以不能浪费 食农教育的推动 主要在让孩子了解农夫耕作的辛苦 让他们知道每一粒饭得来都是不是很容易的 也了解整个农作物栽作的过程中 对于环境教育的重要性 那让孩子更加能够疼惜这个土地 爱护这个土地 虽然看似简单 农作耕种却是有相当多的技巧 尤其是施肥 除了要有经验 也要知道每一种植物所需要的养分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植物性的肥料 那蛋铃甲 所谓的叶菜类 它需要蛋比较多 所以我们施肥会看 你是施哪一种菜 哪一种植物 那我们需要的是 叶子的话就需要蛋肥比较多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施的肥 是蛋肥比较偏多 那像我们这果树 我们这果树像香蕉 还有我们的这个草莓 它的淋肥 在成熟期间呢 就开始要有施淋肥的动作 那甲肥像甲肥就是那种 我们烧过的树木的那种灰烬 那就是甲肥比较多 它可以增加植物的甜分 像我们的这个草莓 就即将要清晨 就开始要施甲肥了 中疗永和国小 运用校园后放的空地 整理之后变成学生的开心农场 在老师的教导下 学习如何播种 浇水施肥 让学生体验课程以外的 尝试与技能 那一年级开始 因为我们自然科也有在上 那一般就是先认识种子 种子完以后教它们怎么去播种 播种方式有撒播 就是种子比较小 大部分都是用撒播的 种子比较大都用点播的 对它们有这个一个 点播跟撒播的概念 都是自然科有教过的 再来我们就是要做成长记录 记录它的囊齿啊 记录它的身高 还有夜行的变化 再加上撕肥跟浇水 像刚刚有的小孩子 直接涂锁用水管浇肥 那那个是一种技巧 你没有学坏 出来就是一个水柱 把植物给冲死了 我们孩子会利用 我们所谓弹性课程的时间的安排 来进行菜园人整理 那我们有老师 专业的园艺系的老师 他会做指导 那指导过程中 会让孩子做学习单来学习 那学习单的内容的设计 我们会让孩子在认知 情义技能各方面都能够达标 让孩子能够不只是种菜而已 能够了解这个食材的重要性 透过实作教育 让学童了解农耕的辛苦 也藉由对植物成长的记录 让学童体验自然科学课程中的 深度与广度 在多元学习之下 学童可以获得更丰富的尝试与知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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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